大家好,我是田长沛 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 台湾已经正式进入高龄社会 什么是高龄社会呢? 就是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如果以全台湾2300万人口来看 等于有300多万人都超过65岁了 到2025年,台湾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大概会有450万人左右 但是另一方面,台湾又面临了少子化的危机 还有非常保守的移民政策 所以可以确定的 将来台湾一定是走向一个非常高龄的状况 我就不禁在想 天哪,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六七八年急升 将来我们还领不领得到退休金啊 这一阵子电视上已经吵了很久了 就是年金改革 从公、教、军人到最后的劳工的年金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很多的人现在都有很大的反弹 都是已经可以退休的人 可是像我们六七八年急升 还要20年到40年之后才能够退休耶 将来我们缴了这么多的劳保费 我们真的有办法领到退休金吗 非常的怀疑 其实如果你跟我一样 不是军公教 是一般的劳工的话 我们退休 理论上都可以跟政府拿两个退休金 第一个就是劳工保险的养老给付 第二个呢 就是劳退心智的退休账户 那第一个养老给付呢 非常的依赖世代互助 什么叫做世代互助 其实就很像是老鼠会的概念 就是老人家退休了以后 最主要是依赖年轻人来支付保费 那如果我们这群年轻人 在20到40年以后退休的时候 还有这些年轻人帮我们付保费吗 现在少子化的问题这么严重 我看来还是很悲观啊 我就当成这个养老给付就领不到好了 当成零 那再来我们谈到第二笔钱 就是劳退心智的退休账户 是这样子的 就是呢 假设你薪水三万块钱 雇主就一定要提百分之六 到这个账户 就是一千八百块 然后呢 你自己也可以选择提拨百分之零 到百分之六 也就是最多一千八百块的钱 到这个账户 那你提拨的钱 政府就给你所得税的优惠 那你退休的时候 就可以把雇主提的钱 加你的钱 一起领出来 这就是你的退休金 这个钱不会受什么世代互助的影响 它就是一个分离的账户 那照理讲 你自己提拨百分之六的钱 到这个账户里面可以有税负的优惠 大家一定很愿意提拨到这个账户啊 可是事实是 我们看到了这个数字 全台湾大概有六百三十万户的人 都有这个新智的退休账户 可是只有不到百分之五 也就是不到百分之 也不到四十万的人呢 有去提拨这个百分之六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就是投报率太差了 从2005年开办至今啊 平均一年的投报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 跟当初的老委会主委 陈菊承诺的每一年投报率可以百分之六 有非常大的不同啊 刚好就是砍了一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最大的退休金 叫做加州公务人员退休基金 CalPERS 过去的十几年 平均的投报率有百分之八点三 等于呢 是我们的投报率的将近二点五倍啊 那为什么我们的投报率会差这么多哦 因为台湾的劳退心智呢 的这个操盘呢 太多的部位都放在非常保守的固定收益产品 相对的 美国的基金比较多的部分 都是放在股票 也就是比较高风险的部分 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差异 那台湾其实不同的投资人 有不同的风险属性 有人的风险属性是苹果 有人是橘子 可是呢 我们却强迫每一个人都要吃一样的香蕉 当然会导致很多人不愿意把钱 提拨进这个账户来 还有呢 如果真的只有百分之三左右的投报率 将来的二十年到四十年之后 这六百多万的人很堪忧啊 可能退休金都会不够 可能会是社会很大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改进呢 我建议政府除了原本的这个操盘基金以外 应该另外和民间的企业一起合作 多成立另外几个不同风险属性的基金 在一个比较大的风险的承受度之下 可以有机会有更高的投资报酬率 那我相信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选择 大家就会更愿意把钱提拨进账户来 现在我们年轻人啊 薪水已经很低了 最近很难涨钱了 希望政府让我们有机会 在可以接受更高一点点风险的状况之下 有机会创造更高的收益率 将来有更多的退休金可以来退休 谢谢